Yun Lane 你有找到任何用途嗎 我找到他的護照 只有一個進入馬雷亞 1937年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時間這件事情是一個很美的東西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一個 很平靜的那個畫面 把這部戲當成一副畫來看的話 那個大場景我真的是有被震撼到 我覺得這次在西武畫園裡面的音樂 更為深刻一點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地融入其中 喂 我答應你 你一定會有自己的畫園 你就是要拿 你現在怎麼可以在牠們工作 你不明白 那告訴我 你不明白 你會不會明白 你會忘記牠們 留在牠們 留在牠們 我不會明白 你會不會明白 我會告訴你 我覺得非常感動 我覺得很多幕 那個演技真的是超誇張的好看 就是處理情感的部分很細密 是有很多幕 我眼眶都有私 從心結的表演上面 你每一個轉折點 或者是每一個她的難過 她的開心 或是她的壓力 你都感覺得到 看完就有這種想要談戀愛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看到一半 我差點忘了修補在我旁邊 我差點要牽起她的手 我不是你的負責 你自己是我的負責 從一瞬間 《西武花園》是一部 台灣也可以派出有國際水準的好看劇情片 在裡面可以看到跨國的製作 然後跨國的演員 史詩 一般的愛情劇作 而且我看到最後那整個劇情 這不能講 但是最後的最後 會讓你非常非常的感動 停手啊 你們有什麼人來講 我怕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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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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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定要進西院來看《西武花園》 我覺得非常浪漫 真的很好看 大家一定要進西院支持 一定要來支持《西武花園》 不要忘記來看一部動人電影 《西武花園》 電影劇 金馬獎九項大獎提名 今年最動人的愛情史詩 張愛嘉、阿布寬、李心潔 十一月二十九 《西武花園》